摩洛哥有個宴語叫做 真主國家國王 真主國家國王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讓你會覺得 很不一樣的一個國家 它素有日落之邦的一個國度 因為太陽在這個區塊它落下去 早年阿拉伯人從今天的中東 也就是當時的阿里的後代阿巴士王朝 他們離開了今天在這個沙哈拉這個地方 一路來到了今天的埃及 來到了這個阿爾巴基利亞 以及土尼西亞 最終來到了摩洛哥 來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發現這點好像是陸地的一個淨土 又是一個日落的一個地方 他們對這個地方的一個景致 是這樣的一個廣漠的沙漠之外 對這裡的海景對這裡的日落之邦的一個喜愛 每當呢太陽西下了之後 就仿視呢這個大地啊 又進入到了一個另外一個時空 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國度 它呢素有北非摩洛哥 它今天呢依然是所謂的君主立宪的國家 這個國家有國王 所以它的格言裡面有講到國王 因為國王呢在這個地方 他們呢是相當重要的 那也就是這個地方早年呢 經歷過歷代的一個統治之後 由他們的酋長 有牧民主的一個頭目 他們出來呢繼承了這個王位 至今這個國家呢仍然是所謂的君主立宪的一個國家 好那摩洛哥呢這個地方它是有雪山 有沙漠有草原有峽谷有舊 其實還有非常熱情的一個人民 非常的友善 所以摩洛哥啊它絕對呢可以讓你感受到 很不一樣的阿拉伯的一個世界 好我們如何飛往這個北非霍花園的地方 素有日落之邦的摩洛哥 我們呢選搭的是阿聯酋航空 由台北出金杜拜飛往Casablanca 阿聯酋航空呢在台北杜拜段呢 所使用的是A380的一個航空機型 目前是A380來講呢是最大最廣體的 你呢可以感受到呢一種飛行的體驗 你會接受它舒適的一個空間的舒適感 以及它飛行的穩定 絕對呢是在你在台北杜拜段呢 可以感受到很另類的飛行 另外呢杜拜到Casablanca這一段用的是波音777 也目前來講是波音裡頭呢 非常舒適寧靜的一個航空飛行器 那我們呢前往Casablanca呢 事實上在市場上來講呢 顯達EK是最方便的一個捷徑 它的絕對是絕對是你去Casablanca的一個首選 好那麼我們抵達Casablanca之後 接續我們的一個行程 這個行程呢 有別於市場的一個簡單的探索的11天的行程 這行程它所強調的部分 絕對是極深度的行程 行程裡頭呢我們走到北部摩洛哥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呢位處在地中海濱 我們講的直波羅頭海峽就在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呢在古代 在歐洲人跟阿拉伯人的一些戰士 這個地方 甚至這個迦太基帝國我們講 漢尼巴從這邊離開到歐洲去的一個路徑 所以這個地方非常重要的一個戰點 那為什麼呢 古代人早年他們的航海開始的時候 佔領修達 修達這個據點 就是呢最早 普代人進到非洲探索的時候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北部摩洛哥啊 這地方有多少的一個人文跟歷史的一個涵養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行程裡面規劃來到北邊 好再來呢 摩洛哥這個國家 有台灣的將近十倍之大 所以它橫越的除了沙哈拉沙漠之外 它濱臨了北邊地中海 西邊呢大西洋 南邊呢西屬沙哈拉 這麼廣末的一個土地 它呢在它的西側這裡 是有一個亞特拉提斯山橫越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呢 因受大西洋之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摩洛哥的亞特拉提斯的一個西洋 這邊有很多綠洲啦 城市啦 這裡的綠域以及阿瑪 北邊呢受到這個所謂的大西洋 以及地中海的一個氣候條件 所以這裡山區啊 非常非常的什麼 漂亮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在摩洛哥 有一個叫做 那個伊弗蘭 它樹有小瑞士之山 所以可想而知 這國家不是只是 一片的一個沙漠 沙漠的地方在哪裡 在亞特拉提斯山的東側 也是在所謂的大西洋的 雨量的調節的背風側這個地方 因為雨量啊 稀少 進入到所謂的這個非洲內陸塊 所以這個地方呢 都是什麼 沙漠蔓延在今天的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圖尼西亞 也是到今天的埃及 這樣的一個 長的一個範圍面積呢 是屬於沙拉拉沙漠 那我們呢 除了沙拉拉沙漠的行程之外 就再回到西邊的 我們就走的四大防塵 之外呢 這個行程最重要就是來到 大西洋之冰上的這些城市 這個城市就非常非常的棒 我想各位 人類啊 在海洋的歷史裡面 最重要的是在 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時候 當時一個西方國家的海洋 西班牙 葡萄牙的海上爭霸的年代 葡萄牙人率先呢 他們就是沿著地言之說 憑著馬可 以及他們呢 在有限的知識裡面 他們運用他們現有的航海技術 離著地緣 非洲路快的邊緣 這樣一直不斷的向南邊 最終繞覆了好望角 發現了今天的沿東 那在這個行進的過程中呢 他們就不斷的在紀念了葡萄牙 今天 立下了十字碑的一個紀念 紀念的地方 這個地方每一個據點都立上一個碑 這個地方呢 都是葡萄牙人的一些 海外探險的一個據點 所以我們會走訪呢 杰蒂達 貝多烏薩賈 沙菲 伊斯拉 這些全部都是呢 跟海權時代發展時候 所形成的這些海上 地中海的城市 非常的美麗 所以行程裡面 差異的部分跟水田 就在這個兩個區塊 再加上我們進沙哈拉這一塊呢 我們是安排了三天兩夜 它的行程呢 會讓你進沙哈拉沙漠 是較11點行程 輕鬆的一個安排 這是以上的一個行程作法 一個繞圈式的方式 走到北邊 再到沙漠 出沙漠之後 來到了這個大西洋岸上的這一層 最後再回到卡薩巴拉卡 又卡薩巴拉卡 離開飛杜拜再回台北 這是我們一個行程規劃的一個種項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來沙漠 如同跟山貓一樣 來到沙哈龍 感受沙哈拉沙漠的 日夜的一個變化的光影 絕對會讓你們 大為驚嘆 那來沙哈拉沙漠 除了看這些之外 沙哈沙漠有很多的東西 我想我們會讓你在沙哈拉沙漠 吃到他們生命中的一個 的果實 叫做野藻 非常重要的 各位可以知道 這也是男人的一個 威爾綱 那在阿拉伯人 沙漠的麵包 會讓你能嘗到 另外呢 在沙哈拉沙漠的一個行程裡頭 我會坐四輪傳動車 騎駱駝 看日出 另外呢 住在這裡的土堡旅館 這裡的旅館呢 它呢 沒有現代化的飯店舒適 但是它卻給你的 有那種 勃勃倫的一個 室內空間的裝飾氛圍 會非常的讓你覺得 很不一樣的一個旅館 感受到 沙哈拉沙漠的一個 土堡飯店的一個 另類住宿體驗 那當然走出飯店 它絕對呢 外頭的黑暗一片 陡大的行程 一定會讓你感動 這也是為什麼 一定要來沙哈拉沙漠 住土堡 讓你感受 將自己呢 淨深沉醉在沙漠中 另外呢 我們在行程裡 特別安排了一個 叫做 祈福蕭岸 蕭岸 阿拉伯 摩洛哥呢 有四個黃城 四個黃城代表不同的顏色 但是 祈福蕭岸這城市呢 它卻是有一種 藍藍的哀愁 因為1492年的時候 阿拉伯人 他們被 西班牙人 從今天在 葛瑞納島 趕離開了那塊土地之後 他們帶著那把 回不去的鑰匙 來到這裡呢 安身黎明 開始興建了這個 坊 安達路西亞 葛瑞納島 的一些 房子建築 依山而建 形成呢 今天你所看到的 這個地方很像 葛瑞納島 但是這城市呢 又跟葛瑞納 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裡的設置 他們呢 蓋好房子之後 在房子的外圍呢 清上 藍藍的 顏色 走在城裡面 你不會感受到 這邊好像是位置在 一個非常炎熱的國度裡面 它反而讓你覺得是 那般的透心 那般的藍 好 居家呢 也特別安排 住在這個地方 讓你呢 在白天 當晚 尤其到晚上呢 整個城市呢 在燈火 打亮之後 你會發現 這樣的藍光 非常的美麗 在這樣的藍的氛圍下 藍藍的睡去 藍藍的 讓你感受這三層的 幽靜的美麗 好 另外呢 行程特別在 安排氣化上面 我們走的一個叫做 大西洋置路 沿著大西洋的風走路到 葡萄牙的帝國年代 葡萄牙人在15世紀 開始向整個世界 發起了所謂的海上探索 他們沿著今天的路口 地沿路快 來到了今天的非洲 首先將今天的休斯 佔領為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 開始呢 在非洲一直不斷的向南拓展 沿著這個無窮 無盡的一個地沿的路快 往南走 他們呢 在這路徑上 就發現了今天的摩洛哥 這麼多的一些城市 其中我們特別安排了 捷地達 捷地達呢 這是摩洛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得出 這葡萄牙人在這裡 深耕的文化 也可以看得出 阿拉伯人的文化 這兩個文化在這裡 相交融交會而成的一個 城市 讓你感受到這城市的 不一樣的風貌 歐洲與阿拉伯文明的 交會點在這裡 再來呢 伊蘇拉 蘇拉人說呢 貧窮的來 富有的去 灰帶大西洋的這個伊蘇拉 它城市一個 不折不扣的一個貿易國家 因為它是 不太能建的一個 上港城市 所以呢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感受到 昔日的這個城市的風光 以及呢 這個地方呢 現代來講 有很多的 騷人莫客 文人啊 畫家來來到這裡 居住 在這城市 他們呢 將它呢 讓這城市 富有更加的文化的氣息 所以這裡 它又素有所謂的 摩洛哥的伊亞 伊亞呢 是在希臘裡面 非常重要的賞日落的地方 這城市呢 也位在大西洋上 非常美麗 我們也住在這個地方 再來 我們來到了北邊 一個叫Tanger Tanger這個地方呢 它離今天的直布羅陀 非常近 大概只有十幾 海裡的地方 就來到了非洲 來到了歐洲去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它曾經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貿易的進出港口 所以呢 它也相對帶來了 很多在當時的海盜啦 甚至走私的集團在這裡呢 犯罪 所以它素有犯罪的天堂啊 這早年 所以來到這裡 你依然可以感受到 不一樣的一個什麼 冰海城市 歐洲 阿拉伯 文化交相會的一個地方 Casablanca 素有白色的城市 它呢 最早 也是呢 這個海盜啊 被驅趕 從今天拉拔特 驅趕之後 他們來到這邊 安身立命的一個城市 那今天 Casablanca 因為有名呢 是因為大家肯在一部電影 叫做北非電影 Rick 的一個 跟這個 他們當時在拍攝場景的一個地方 那個Rick咖啡廳 值得呢 讓你全往去參觀 好 摩洛哥 因為地質環境的關係 所以它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地形地貌 那麼呢 在今天的阿特拉山西側 我們呢 可以東側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裡用的這個奇岩異地跟怪事 我們特別呢 會去一個叫 艾伯都哈 這個呢 位在這個什麼 一條河上的一個小山丘上 它呢 一樣蓋著這個阿拉伯人 特有的一些建築 很多的電影都在來這裡拍攝 像勞倫斯的這個什麼 阿拉伯的勞倫斯也來這裡拍照 那我們呢 也知道這個地方 也是曾經很多 好萊塢的製片商來這裡拍照 取景的地方 所以 我們在這裡呢 特別安排了一個 阿特拉提斯的製片場 在裡頭 你可以看到 有東方 有西方 有非洲 等等的這些有名的建築 在這裡像 可以看到這個什麼 拉美西西 埃及的這些神殿 紀念碑 地下木屑 在這裡一鏡 可以看得到 好 祈福下岸 美麗藍色的山城 這個呢 各位來到這裡 你一定要 前往的地方 絕對讓你一生難忘 好 就像個理由呢 在這個阿拉伯的 摩洛哥裡頭的行程裡面 特別安排 除了住宿圖寶旅館之外 我們也知道 摩洛哥的一個 傳統名宰 叫做拉德 這個拉德呢 他呢 在沙漠裡面 就好像我們講的一個 圍製啊 因為他的建築呢 是為了要 讓室內呢 比較 能夠清涼一點 所以能蓋的是一個 口製型 那中間呢 有中庭 形成一種 特有的一種建築 而這個房子呢 裡頭的裝潢 都是非常非常具有阿拉伯 薄薄人的建築風格 跟裝飾的一些建築 住在裡頭 他絕對呢 讓你感受 在其他地方 所沒辦法住到的 一個旅館體驗 當然摩洛哥 除了住宿這些體驗之外 我們也讓你呢 嘗到摩洛哥的 特有的料理 摩洛哥的塔菌 有這個羊肉 雞肉 牛肉 這些經過他們的那種 特殊的烹調 你光看他的這個 食材 以及他這個烹調的器皿 你就覺得這是一道 非常棒的美味 當然吃在醉裡面 你真的也可以吃到 非常香甜 口渴 鮮美的家養 那另外呢 Couscous 這也是他們 非常重要的 接待外賓的食材 用多種的穀物 去做成的 他絕對 也是你呢 可以感受到 如貴賓般的那種 感受 的一個食材 那當然 扁豆湯 這也是他們 特有的一些料理 在這個行程裡面 這個叫巴斯提亞派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 一個料理 各位 他是用 雞肉、洋蔥、杏仁 再加上各種調味 他絕對 會讓你一吃 二吃 三吃 鬼味而無窮的料理 摩洛哥人 愛喝茶 有愛喝這個 柏爾茶 所以我們行程 也會特別安排 摩洛哥的下午茶 在今天的 馬拉克省的 這個 我們講的 世界文化藝術 天然廣場 這個地方 天然市集 露天市集 這個地方 我們會安排一個 到的下午茶 讓你這裡品嘗 這個阿拉伯的茶 那當然行程裡面呢 我們還要安排 其他的 世界文化藝術 像馬克勒斯 拉巴特 以及 波比洛斯 這是跟羅馬時代 有關的 古代的建築 以及 不可能任務的 一個電影拍攝 場景地 謝拉城堡 這也是 早年 歐洲人這裡所建立的 祭典城市 相當美麗的 那最後 我們在行程裡面 也會回到 摩洛哥的首都 摩洛哥的進出大的城市 叫卡薩布朗卡 我們安排的 世界最大的 慶政市 位在這海濱上面 非常美麗 值得讓你前往 以及觀賞 當然 行程裡頭呢 我們三天兩夜的安排 除了 沙漠治理之外 在這個阿特拉提斯山上 有很多的美麗山 像伊弗蘭 它屬有小瑞士之稱 美麗的山 你會感受到這裡呢 是在 摩洛哥有錢人所居住的 比佛利一樣 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 那還有呢 Gigi峽谷 這峽谷呢 因為我們位處在山上 所以每一個滑甲灣 再回眸一看 你都會覺得這三谷峽谷的 壯麗子美 那再來呢 巴德爾克甲 這個地方是早年 海克里斯 將歐洲分開的 兩個 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洞穴 它將 畫 用手臂 將這條 將路快 區分為非洲 以及歐洲的地方 阿茲羅 這個 一樣在阿特拉提斯山裡面 美麗的三層 千古大道 這個城市 它用當地的素材 去所蓋的 薄薄人的房子 尤其在陽光日落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裡呢 一片的泛紅 每一棟房子就如同城堡般 所以樹有城堡古大道 沿途呢 近似如此美麗的城堡建築 好 再來呢 摩洛哥還有一種奇聞 義式 叫做陽上樹 來這裡 你會看到很可愛的羊 他們跑到這樹上面 尋找食物 很特殊的景觀 我想摩洛哥的行程 它絕對讓你會覺得 在世界上的轉換 以及地遊上的 那樣的一個心境的轉換 還有氣候條件等等 都會讓你感受到 很不一樣的一個理由方式 就這樣的一個行程 14天 它絕對是讓你來 深刻的體驗 摩洛哥之力 絕對你要選14天 這是最好的一個行程 阿里